数学公式 当我们要输入一个数学公式的时候 在我们的新北市医学院里面 你要输入数学公式 你需要把这个编辑器打开来 然后找到这个插入方程式 插入方程式之前 他会警告你这样子 你要接手 因为他会启动一个Java的一个程式 选择执行 在这之前 你记得要把这一个网站 加入Java的安全性设定 在网继网路里面有个Java Webstart这里 你必须同意 在安全性里面 编辑网站 你必须把你的网站加到例外清单里面 这样确保你的电脑的安全性 加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 那我们来输入一个 假设我要输入三分之一 加 4 等于 这样就 输入这样子一个数学公式 按储存并显示 你会看到这边 会有一个数学公式在这里 那如果你还要编辑 就进编辑程式去选择做编辑 这样你就可以输入数学公式